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有没有觉得今天 我的整个造型打扮都特别的酷 然后有点小中心 再加上大耳环 这样子的妆 当然要配个也比较酷一点点 比较帅一点点的腮红 今天我们要教大家腮红画法 不是走沟姿可爱路线 是稍微有一点点个性 没有点欧美风 我们欢迎我们今天名义代表 我们的阿妮出长 还有我们美妆顾问 Amber也来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my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mber 像我今天的造型 如果我畫的是一個圓圓的 可愛的腮紅或者是櫻花媚的腮紅 根本就不能看 我今天就是要走一個 臉很臭 感覺心情不是很好的 時尚妝容感 腮紅要打得比較高 在顴骨這邊的 對 其實顴骨 應該是說在鼻翼兩側 顴骨這個位置往這邊 稍微提一點點 就專業度就夠了 對 沒錯 然後接下來剛剛有靈有角的臉型 我們可以用修容袋 修一下 往上上修 修著兩側 第二個 再來就是臉會有立體度 立體度就做出來了 所以其實歐美妝容 是大家最能接受的 可是歐美妝容也是大家 比較難駕馭的吧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 他們都用一些高光去體諒 再加上腮紅又打得很重 變成說你的臉如果不夠立體的話 你就會覺得好像變成油彩人 因為你臉上都是 這邊又很亮 這邊又很暗 然後這邊T是 對 色塊 不均勻 對 就是現在女孩子有問 就是共同的通病 就是如何畫出乾淨的妝容 然後又感覺有專業度 那今天的話 等一下我們就請彩妝老師 來做示範 好 我們現在歡迎我們的 超美彩妝師 M出場和我們的素人Model Emma 哈囉 今天要教大家就是 修容跟腮紅 其實我覺得 很多人都有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不知道要怎麼樣做 修容跟腮紅 這邊的話 其實修容就是像這樣子 比較有一點 但是千萬最好是帶一點點 小小的珠光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沒有帶珠光 就會是完全的霧感 霧感很容易怎樣 失手就是一整塊 對 所以有一點點的珠光 其實還會有一種 柔和的效果 對 所以可以掃這種 其實帶一點珠光的 那修容的時候 可以像這樣子的 斜角的刷子 帶有一點斜角的角度 然後我來教大家怎麼做修容 你們都修在哪裡 你們修容都怎麼修 這邊 對 大家都是修油角的位置 就是突出來的地方 大家是不是都是瘋狂地修這個地方 耳朵 對 瘋狂刷的 刷子 一直修這裡 然後就修這邊修很重 其實我今天要教大家的修容 是一個很簡單 但是其實是很重要的 就是有一個 你們記住 阿拉伯數字的3 畫3嗎 對 好 你們看一下 我們臉的部分 阿拉伯數字的3 在我們的臉上就是一個 這樣子 大面積的去刷 就是你要記得你的刷 是從我們的 髮肌線 到我們的顴骨下方 然後再到這裡 但其實最重的當然就是 大家都說是最重的是這個位置 對 就是這個位置 然後還有所謂的髮肌線 跟凹陷處 因為我們不會像歐美人 這麼地有立體感 對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 把這個地方 跟這個凹陷處讓它下去 跟這個地方修飾 到時候我們要把腮紅 上在這個位置 成熟 塞好在這個位置 對 你的臉 就會變得很有立體感了 好 我們再上一次 我從來沒有修容 從髮肌線開始下手 對 開始希望下手 都是直接刷邊臉 對 大家其實都會是一直瘋狂 你就會發現 走在路上怎麼都是這麼一塊 很重 但是就你忘記連從這裡 一起做修飾了 對 但是如果你這樣子 一起做修飾 其實你的臉是立體 而且是自然的立體感 對 不然正面跟側面看 會覺得 就是側面看起來就會覺得 妝怎麼這樣怪怪的 有 我有看過很多失敗案例 對 就為了想說正面 看起來臉很小 但是側面看就覺得超奇怪 對 自己的畫法3 畫3的畫法有 修出 而且你在刷的時候 你記得就是掃亮多次 而且帶一點這樣子 螺旋的方式去上 不要一次就是很重 然後一塊就這樣子上上去 有些人會上這樣子 然後就一直這樣子上 一直這樣上 其實你應該是要順著你的 皮膚的紋理 然後慢慢地帶 我覺得有一些強迫症的女生 還沒有辦法輕刷 或者是慢慢地帶 她就也不一定要 塞到有顏色 就是一定要刷刷刷 塞一棒都是咖啡色 她才會覺得 OK好了 太下手很重 像我就是 就妳越凸妳就會 越想要下手更重 所以安妮妳有試過 就旁邊的人說 有 有 誰想跟你講說 比旁邊兩邊OK 妳怎麼掌漏腮服 有 妳也有試過像這樣的鏡頭 就是不小心下手太重 因為從正面看 妳就會覺得 好像要這樣子才夠 可是妳鏡子就是轉個方向 然後覺得奇怪 怎麼又變得很奇怪 就真的 其實就可以用粉底液 再做稍微補救一下 妳原來 對 就是按壓把它把色調 給推均勻了 而且 但是很容易不均 妳完全都不會知道 妳側面有問題 都是路人看到說 這位小姐妳有試嗎 怎麼就是臉這邊是怎麼回事 對 就很像那個 歌仔戲還是什麼的 唱戲的 我真的是有看過 大家不要開玩笑 我真的是有看過像這樣的 女生走在街上 就是妳看她側面的時候 是一整塊這邊都是黑色 然後到脖子這邊黑色 然後臉很白 然後 妳怎麼在面是正常的 正面是正常的 正面是正常 就黑白的狼君有沒有 這邊很白很白 然後側面這邊就是很黑很黑 她就是要立體 小臉 她就是要做到小臉的效果 沒錯 妳又不好意思跟她講說 那個 沒事 我先走了 對 那臉好看就好了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打破這迷思 就是大家不要一直往死裡刷 然後這樣有一點點的掃到 其實效果就出來了 對 因為重點是 妳要讓它有立體感 妳自然就會臉有變小的感覺 就耳蛋臉 對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 已經把它做好修容的部分了 那妳修容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做腮紅 腮紅部分 腮紅的話我現在拿到的就是 腮紅刷 好可愛 我的刷子 腮紅刷 對 腮紅刷我用這個是比較 算是比較 面積是比較小的 比較輕的 因為這樣子在刷立體的 自然的腮紅的時候 這個大小是比較適合的 對 所以用這種刷子 那如果你要刷 比較成熟的顏色 其實我覺得像這種 比較 有點偏 比較暗紅色系的 其實都可以 就是妳避開像這種粉紅色 橘色這種可愛的顏色 就都可以了 我現在都沒有在上腮紅 我都是拍完照之後 我去修圖軟體選 我可能這個服裝比較適合 像我今天穿得比較適合 偏冷紅色的 高冷紅 然後有時候穿得比較嫩色系 就比較偏橘色 或者是綠色甚至紫色 你都可以自己選 是不是 修圖軟體 講得到好像都很陌生 修圖軟體的感覺 沒有 我連眼影都可以 對 眼影也真的都可以 眉毛 眉毛也可以 然後臉型還可以幫你修 對 上面講得好像 大家都真的都變照片 對 都沒有 而且也不太需要好像 做到那麼精緻 反正拍照好看 PO到社群網站 心情好就好了 但實際上 你還是要顧及到路人的感受 你走在路上如果太過程的話 如果是 圖文不符 圖文不符 這個 好 然後我們就上在這個位子 現在有看到這個位子 就是剛剛我們不是阿拉伯素質的山嗎 它其實就在我們剛剛刪的上面 這一塊 我們就直接輕輕地上在這一塊 又有一點點 就是狹長的方式 然後稍微有跟剛剛遮瑕的部分 對 你剛剛的修容 有一點點混在一起的感覺 就是不要再圓 再圓就會變得很可愛的感覺 快回來 櫻花美 對 所以我們要記得 有點長的感覺 所以你自己臉上的這一塊腮紅 現在也是走著歐美風嗎 當然 我們現在就是流行歐美風 真的假的 今年2019年 對 是比較流行歐美風的感覺 然後跟立體的輪廓線 因為大家不是都很朝聖 像韓劇或者是日劇當中 女主角那種乖巧的 無辜的腮紅方式 但是反而Ann說今年2019 比較流行的是歐美的 比較酷一點的 對 比較有個性的 對 因為其實之前是一直流行 比如說像是韓系的那種底妝感 可是現在其實慢慢的是 比較從歐美的感覺 大家有自己的路了 大家開始用自己的臉型化 自己的妝容 只是在顏色上的話 大家可以用自己的個性的方式 來做調配 但是說你要深一點的腮紅 深一點顏色的 有一點 帶一點點 一點點的小角紅色 或者是說你要不要 今天不要那麼的兇 或者是不要這麼有個性 稍微柔和一點點 偏一點點桃紅色 深桃紅色來做一點修容 都可以 對 畫腮紅的效果都很不錯 好 我再給大家一個 比較強烈的對比好了 我們現在呢 一半邊臉是畫的歐美的 比較 你看俐落一點 有個性成熟的腮紅 另外一半臉呢 我們可以請Ann幫我們上一個 日韓的 圓圓的 可愛的 做一個強烈對比 可以啊 粉嫩腮紅 會不會有觀眾現在在看 就自己在那邊滑手機說 不用啊 我修圖軟體就可以做到 在那邊跟你畫畫畫 然後畫顴骨 如果你要上比較可愛 就可以像這種 是不是就是很可愛 很粉嫩 你就是找這種很粉嫩的顏色 就對了 那我的這一個很粉嫩的顏色 剛好它是可以自己混色的 就是我想要淡一點 我就沾淺色多一點 那我要重一點 就再沾多一點 那我既然讓它可愛的感覺 我就慢慢地上就好了 然後它帶圓 帶圓你可以稍微微笑 微笑的時候你的笑劑就會 在這一塊 蘋果肌就會在這裡 帶圓的方式去上就好了 櫻花妹 可以 而且其實可以帶有點珠光的 如果你要可愛的感覺 老師 在這樣的時候 我可以稍微告訴大家 如果真的上失敗了 失手有沒有 突然變兩個圓圓在 點的中間 變僵屍 對 我們可以自己用蜜粉 稍微再補足一下 讓自己妝容看起來更自然 可以做一點點 所以用蜜粉再把它推開嗎 對 就是輕拍就可以了 輕刷 然後讓裡面有一個 白裡透紅的感覺 這是一個搶救的方法 對 好 我們等一下請Emma看一下 她左右兩顆的裸 是不是 有沒有不一樣 不太一樣 對 Emma比較可愛的感覺 妳想說到底 我看不到 我們左邊和右邊不一樣 Emma妳自己比較喜歡 日系可愛還是歐美高倫 歐美吧 歐美 歐美 有個性 長得可愛可愛的女生 只有她喜歡的是歐美高倫風 好啦 適合自己比較重要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教給大家的 如果你今年也想要走在 時代的尖端 你就可以嘗試看看 就是比較帥一點點的歐美風格 然後一定要打在哪裡 Emma我們的 來我們的顴骨這邊 然後稍微往上畫一點點 然後如果說今天要做到修容的部分的話 就是輕輕畫一個三 畫一個三 老師 這邊 對 畫一個三 這是最快的方式 然後輕刷 那如果說想要加重的話 就是一樣圓圓的 稍微輕輕的把那個三 畫深一點點 加重一點點 對 然後在第三的中間的位置 的上方 對 畫腮紅 也是一樣輕刷 那如果說怕失手的話 我們一樣層層堆疊 那真的如果覺得太紅了 我們再用蜜粉 輕蓋就可以了 輕輕蓋 對 輕蓋 做補足 這樣子的話 妝就定妝囉 好 各位女性朋友 不要再那麼依賴我們的修圖軟體囉 我們也要走出社會 走出這現實 畢竟走在路上還是要給別人看的 對 那你自己畫的美 別人看了也要舒服嘛 好 不管是你喜歡可愛可愛的 還是我們今天交給大家的 有一點點成熟小女人風格的腮紅 反正適合自己自己看我開心 別人看了也愉悅 是最重要的 好 這一款最新的腮紅畫法 交給大家